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品味 每一集我都会邀请我的好朋友或前辈 分享一下他们在艺术工作以外的生活兴趣 今天我这位好朋友 他全身充满着阳光的气息 他热爱运动 他亦都很享受和家人相聚的欢乐 今天就是亲子日 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玩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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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原来踢足球真的很辛苦 看见你基本上是大汗踢小汗 但其实你还没踢比赛 只不过轻轻练习一下 出汗就要出汗才舒服 你头才舒服 对了 怎么样,阿仔今天 喜欢踢球 我很喜欢的 真的? 是的 你爸爸一个星期有没有跟你踢一次球 有,去我那个中山公园 在这里,足球班是想 哦,足球班 好,那你喜欢爸爸陪着你玩吗? 我喜欢的 是吗? 那你是否因为看到爸爸那么威胁 所以我又想学足球呢? 是的,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们其实是喜欢什么球星呢? 我小时候就喜欢马拉当拿的 巴迪斯图达,战神 那阿仔呢? 你喜欢哪一队? 哪一队?足球队 你随便说队吧 自己喜欢的 中国队 是不是看中国队? 是的 你记住 为什么喜欢看中国队? 是不是我自己的房间 哦,聪明 真的 不过我自小就最喜欢看的是 广州 太阳神 由太阳神一直到现在的恒大 拿了两次亚洲冠军 这个是中国足球最低潮的时候 就是广州足球给到一个 全中国人的一个希望 那么香港呢 我自己喜欢看南马 如果说世界 世界那么多支球队呢 我比较喜欢看二大 踢球不一定是为了踢好球的 最重要是能够锻炼到身心 是没错 团队合作和创造性 这件事很重要 就好像今天这样 那么难得有个假期日 亲子一起玩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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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将来有机会 遇上姐姐一起玩 今天就玩了整天 我也很开心 那不如我们去坐下 喝杯东西 好 我们稍后再聊聊 好吗? Hello 欢迎回到有品味 红老师 你好 你这些投技 真的非常非常之精湛 对比我家人 哈哈 那你是不是平时 都会有一班球友 这样 有的 我们香港 在香港每个星期 都会有一场球 是 看看自己有没有时间出席 但是你这么忙 你是不是真的 每个星期都可以去参与呢? 看看时间 如果是晚上 可能都要抽点时间出去 做运动出身寒 有好处的 老师 足球来说 好像是你一个 一个标志 一个标志 就是说起足球 自然就想起熊老师 如果这样说 我觉得足球是我的宗教信仰 哈哈 因为它带着我走很多东西 很多思想 很多对人对事的态度 这样 哦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呢 我觉得呢 就 搞一支足球队 其实很不简单的 就是经营一支足球队 好像经营一个家 或者经营一间公司 那样 由它那个理念 到它那个策划 和它那个展望 其实都要很精细地 一步一步 稳辑稳打 就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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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有诗豪的 就是偷描拐骗 因为呢 能不能进球 会不会输球 其实都是你要 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嗯 一步一个脚印 嗯 是啊 那所以就是 等于搞一间学校 那如果你的清分 是做得好的 你的人才 你就会出来 嗯 好像我们粤剧那样 你的塔基 如果我们搞得好的 一个塔尖 就会有尖指了 嗯 所以说呢 讲任何的话题 老师的口中 立即已经可以认证到了 都是离不开戏曲的 是的 还有我常常用的 如果你在个舞台上 你要利用了舞台的方位 我会跟他们说 在个球场上 充分拉开两个边 利用了球场的阔度 不能执起来玩 嗯 嗯 那老师 你刚才 跟儿子踢球踢得很开心 那其实 大家都是感受到 就是你很享受 亲子乐 很享受你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那平时见到老师 就非常之硬朗 那其实你在家 有没有一些 很温柔的一面呢 或者回去就立刻 低头于儿子 低头于太太 其实呢 其实呢 对于家人呢 我都很愧疚的 因为呢 我实在是太少 太少照顾家人了 嗯 平时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很忙的 那个生活节奏 那特别是我家 呢 我老婆呢 就 她是负责臭子的 或者 主理了家的家头细务 那 其实呢 我就好像一个租客 那样 哈哈哈哈 那一天呢 就回来 其实我老婆也有怨言的 那我都只能够呢 就是 不要搏她了 那就是 尽可能呢 就在自己 能力的范围之内 做到最好 譬如是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六 可以跟家人吃餐饭 或者带儿子去踢个球 或者带他去培训班 那样 自己可以做到就尽量 其实 真是很少 照顾家人的时间 都是忙工作 嗯 所以这个都是夫妻相处之道 是啊 你必须要对他有的谅解 你在你外面有很多工作的忙碌 但是太太在家 其实他照顾家头细务 上夫教子 其实都是一件 其实很辛苦的 很伟大 你都要谅解他 是全方位的工作 是啊 嗯 那儿子呢 就眨一下眼 我认识他时候 那时候我还背过他 小时候 那时候在学校 那现在眨一下眼 都九岁了 是啊 那他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你有没有希望培养他 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试着 不过我自己发觉他呢 那个天赋呢 他在唱歌方面 音乐感方面呢 是很好的 嗯 还有学动作啊那些东西 都学得很快 这样呢 不知道他会不会有 遗传这一方面的 小小天赋呢 就不知道 但是尽可能都比他 现在还是一个快乐的成长 去摸索一些 自己喜欢的东西先 嗯 不过我相信 如果有红老师你的基因 就是一定会是成财的 是 多谢多谢 是 说了太太啦 儿子啦 其实我一定要提提 你的父亲了 就是我口中的一位叫大熊老师 这位熊老师 嗯 还有大熊老师 因为当年呢 都是在香港演绩学院呢 就是任教 也是教导过我们的 他也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人 那你在他的分途下长大 你觉得他给了什么的啟蒙呢 嗯 其实我爸爸呢 就对我的成长呢 就 那个影响就很重要的 嗯 那 他小时候呢 对我的要求也都很严格 真的很严格 有没有藤条呢 唉 猪肉都不知炆了多少锅了 藤条已经是湿碎了 是吧 是啊 打到鸡毛都掉了 噎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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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当然我现在不主张 是用这一招去教孩子 那我爸爸呢 那我爸爸呢 其实很小时候就已经 就是栽培我了 那在音乐方面呢 学钢琴啦 学减谱啦 学五线谱啦 学五线谱啦 那工车谱也是最后才学的 那就很小时候就 因为他自己很喜欢演戏 但是他呢 音叉阳错呢 他就去了 去打锣鼓啊 拉琴啊 那他就没有一个机会去 去做演员 那他又发觉 我呢 有这一方面的天赋 小小 是的 那些音啊 都挺准的 那他就慢慢 慢慢一步一步 有意识地 就推我去 科亨奴啦 哈哈 由十二岁就开始入行 那 当然他中间呢 亦都会给了很多他的意见 我的 那包括我来香港啊 或者是走哪一条路啊 唱腔啊 应该要怎么样啊 那他其实是我 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引导者 老师你当初学的乐器都是打锣鼓先的 我最先是学打锣鼓 不过没兴趣 是的 因为我爹地是个主科 那后来呢 那时候呢 就学钢琴的人很少 八十年代 那他就 买了一部二手钢琴回来 那就找了很好的一个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 给我 每个星期我都要去上师中的 那时候呢 就在内地呢 能够 能够给个小朋友是这样读呢 其实就是 一个金钱上面啊 一个精神上面 都是很大的支持 嗯 所以有父母的支持呢 其实 是啊是啊 你们也从这个方面去得到一些啟发 是啊 现在就给好大力的支持 那儿子 是啊 让她在更多方面 可以发掘她的兴趣 是啊 其实小朋友最重要 就是找到自己开心 喜欢的路 是啊 那就很满足了 嗯 所以老师呢 刚才说到 不只中乐 我曾经在学校见识过 你玩钢琴 非常有魅力的真心话那一句 老师在我心目中简直是一个白科传书 除了在戏曲方面 老师天文地理 运动 甚至可能煮菜 或者有什么疑难 好像以前曾sir那样 有什么歌士丁加搞定 总之我们学生或者身边的朋友 有什么疑难就会问洪老师 事实上洪老师学问真的非常康复 不敢说 是不是从小培养这个兴趣呢 对各样东西都很有好奇心 又很善于思考的呢 我觉得这东西 就是关乎你本身从小成长的背景很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 小时候都没有什么 现在的资讯科技 没有太多电视 电脑之类的东西 最喜欢看公仔书 地摊上面的公仔书 公仔书说得最多是什么 其他东西都是帝王将相 历史 封土习俗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所以慢慢就有一点 培养自己是比较喜欢看这些文责 历史 例如是中国通史 中国上下五千年 或者是世界通史 这些东西 就对一些历史事件 这些人论 或者一些名人日事 那些东西就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要做一个明白的人 你一定要了解以前的东西 那你才可以从中挖掘到你想要的真相 因为你要知道一些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你听或者片面看 其实里面有很多真相 你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要经过这么多的事件 你自己慢慢去电量一下 去衡量一下 那你就会推敲出来 那特别是我们做文化人 就是艺术工作者 做演员 更加要对历史更加要熟 对人物要熟 都重要是去推敲这个人物 究竟他的背景是怎样的 要挖掘多一些不同的题材 这个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帮助 嗯 其实是这么多的学问 不知不觉 其实都是在你学习的过程 发掘的过程 在你身上添了很多的养分 那些其实是要沉淀的 我觉得就是 人生都是要一步一步 很多东西是要沉淀 積累起身的 好像慢慢灌溃 是的 所以老师 你这么多年以来 你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 不敢当急 不单止是演戏方面 你们有很多著名的作品 《衣服打白骨精》 《舞虫》 很多很多的 但除此之外 你也尝试了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行当 不同的人物 你当中有什么体验呢 其实我觉得 先不要把自己当为一个 粤剧演员 我只是一个演员 演员的职责是做什么 就是做戏 做戏给观众看 你就要觉得 你就要修炼自己 我做什么 就要钱什么 我觉得 只要你喜爱表演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才可以引导你做一个成功的表演者 千万不要因为一些价值的观念 影响到自己 例如你走哪一行 哪一个行当 其实我是很反对这一件事 当然 当然这一件事 可能会为他带来一些 经济的价值 或者是明星 这些不出奇的 但首先我要端正我自己 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 我觉得我是一个演员 我就要很多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行当 都要去涉猎 才能够争取到我自己 对表演的那种层面 那有没有哪方面你特别喜欢的 其实呢 最近这几年 我也尝试了很多文酬 文酬 比如张三郎等等 这些角色 我也觉得 只要能够给观众带来开心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 当然 我自己本身的行当 是文武少生 特别是小武 因为我师傅是罗敏超 所以我跟他的路 做的戏就比较多些 也是稍微得心应手一些 但是 我是一个演员 所以就要试多些不同的东西 因为始终 还是年轻 我自己觉得 一个演员到成熟期 男的可能是六十多岁 是的 中间还有很多时间 要慢慢试很多东西 嗯 其实这么多年来 除了演员之外 老师也担当很多重要的角色 例如 一个编剧 一位导演 一位好的老师 行政方面 班主 这么多东西 你怎么去管理这么多方面的东西 还有 你自己有没有 心目中最喜欢哪个范畴呢 其实我现在主要是从事教育 大家都知道我在演艺学院做一个老师 这一份是我的全职工作 我那个精神主要都是在教育 我们那个香港月期演员的新一代上面 那其他呢 其他呢 其实对这件事呢 就没有影响的 我觉得 只要自己是支配好 那 譬如是搞一些创作 那 做一个导演 一些海外的演出 我觉得 对于一个做老师的身份来说 都是一个营养的导座 因为做老师呢 不单止 你教学生在一个舞台上面 是一举手一头竹 你还要教他很多呢 譬如是价值观念的东西 不一定是他一定要学 但是呢 你要将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正确的灌输给他 这件事很紧要的 对于一个青年演员成长来说 畢竟自己都不算是年纪很大 所以我自己都还要在这里积累 那我觉得 因为譬如如果做一个导演的话呢 那就要不断地有一个 trange的那个创作 是的 这样不断地要采风 譬如是去挖掘一些新的题材 要去动脑筋去想一些 哪怕现在不是立刻做起来 但是呢 你都要不断地通过观察一些事物 看过一些戏 看过一些人 你就要脑筋要不断地 作为一个题材 要储存起来 这样东西 即是未必立刻有得用的 但是可能呢 要你用不到的时候 你就要拿出来的 嗯 那这种呢 这种积累呢 其实对我做老师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因为譬如是我们这些毕业生 那我们要搞这些毕业创作 那你都可以告诉他们 这些素材 这些創作的素材在哪里 为什么你觉得是要这样去处理这个戏 或者是台词这样唱腔要这样 或者是戏剧节奏要这样 你就要有一个引点才行 如果不是呢 就是这样强加给一个学生 他未必他会吸收得到的 因为他未必 他现在他现在吸收不到 或者他以后转转 你告诉他 他以后不得叶出去 他会慢慢再在脑海里面 映出来 哦 突然间碰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以前老师是这样跟你分析过的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 因为一个学生接触不同的老师 但老师会将他的经验传授给他 这个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说 很有秘义 你刚才提供很多养分在你的创作上 那老师是不断求创新 是吗 其实老师都要学习的 尤其是熊老师 在创作方面 我今年真的下了很多很多的心机 亦都有很多令你很有趣的作品 以演哲学院毕业的习作为例 你今年也有一个习作 就是做一个善良幽云的本期 是吧 其实都是我那些不成才的作品 这些真是很神奇的 一首曲可能是一个概念 就是经过老师手上 就将他好像变魔术似的 就变成一个非常之好看的剧 其实就好像做菜那样 你有一些材料在这里 那你的徐司是怎样的 那你都要看你的手艺 那你怎样是将那个菜色最好的味道 调剂出来 那也有老师有能力才行的 是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初歌 那我也是在这里和你们 和学生一起成长的 这个过程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作品是要千徐八年的 不停修改 不停进步 这样才越演越好 如果做一次就放在这里 那就没用的 那个作品是一个死水来的 那个作品要不停地 是要混一些新的思维下去 新的处理方法下去 那才是慢慢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的作品 嗯 那我觉得 戏一定要常做 那常做呢 观众有口碑的嘛 那他都可以提你 我觉得可以这样 我觉得可以这样 是的 而不是自己在这里 尖尖自己的嘛 是不是 自己关门门做完 做完一件事 那作品做完 我觉得自己好就算了 收起了 那不行的 是的 那么多个作品之中 你经常在口中提 就说这里可以加些什么元素 加些什么创新的意念下去 那在你的眼中 就是创意是一种 什么的概念来的呢 是有些什么的元素 在你心目中是属于创新的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创新这个词 很广泛的 嗯 很广义 为什么特别是 讲到今天的粤剧 这样 其实呢 在几十年前 我们的前辈已经做了很多创新 关键我觉得 一个好的作品 是能够带动到观众的共鸣 为什么现在粤剧呢 就会慢慢慢慢呢 有少少光河入落 那样的感觉呢 就是 因为我觉得 我讲个秘密给大家听 别人经常都说他呢 因为其实呢 我自己一个是 不是很安分守己的人 今天呢 就再次见到你了 是一个很广阔的视野 是一个很广阔的胸襟 我知道你今天呢 带上一首歌出来 足以是表达你这个这样的情怀